驾驶开在国道上开得好好的 结果右方白车突然打亮左转灯后 就直接切进内侧车道 疑似没有顾好安全距离 硬切进去 执行驾驶下坏 赶紧踩煞车按喇叭提醒 但还是来不及 两车发生碰撞 白色车辆当场失控 擦撞内侧护栏 整台车摇摇晃晃 看起来超危险 但还是继续往前开 一路左摇右晃往前滑行 事情发生在5号傍晚5点左右 国道3号南下高雄燕潮路段 发生车辆擦撞意外 原本开在中线车道的白色车 疑似切换车道太突然 没有抓好距离 和原本开在内车道的车辆 发生擦撞 机车骑士停在加油站前 没想到下一秒 一辆黑色轿车只冲过来 骑士赶紧下车想躲避 但逃不过 连人带车被撞飞卡在中间 事情发生在高雄凤山区 12号上午在一处加油站前 发生四辆汽机车连环追撞意外 黑色轿车遭后方车辆追撞 又失控冲撞前方的计程车和机车 机车骑士被追撞 推挤到路边门柱 卡在那里 索性送意后没有大碍 经过久策本案的四位驾驶人 均无酒驾的情侍 索性两起车火意外驾驶均无大碍 只是因为一时的轻率驾驶 吓坏其他用路人也影响道路 行车安全记者拆商及 陈杉杉高雄采访报道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它是长时间的细活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鲜味供演到一炉进去 前面的蛋白质 它是鸡肉牛肉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推荐给大家 记得要输入CTI567 CTI我辣7